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大陆的十多个省份卡车司机经过了连续多天的罢工维权 终于迫使运满满让步了 答应了卡车司机们的要求 目前罢工已经结束 罢工虽然结束 但是事情却暴露出一些问题 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卡车司机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是什么样 这次罢工维权成功 它的意义在哪里 卡车司机们会不会遭到中共的秋后算账 就这些相关话题呢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做分析解读 一位是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 音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skype上的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 赵培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大陆卡车司机罢工的一些相关问题 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来参与讨论 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手机短信 或者是在YouTube上给我们进行文字互动 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唐靖远先生 一位是赵培先生 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请靖远先生向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卡车司机罢工事件的这个导火索究竟是什么 它这个其实从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 我们看起来它这个发展的 就是引发这个事件的导火索呢 是因为一个APP 对吧 就是这个运满满它所开发的一个APP 专门用于这个货车司机的供货和这个需求 就是供需双方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平台 由于这个平台它采取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一个叫做新的一种竞价的功能 它由货主在这个APP上面 把它的这个要运的货的这个信息贴出来 然后呢由司机来自己来进行竞价来出价 那当然毫无疑问是谁出的最低的 那当然货主它就是选择谁 但是它这个平台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功能 它把货主和司机双方的信息它都屏蔽掉了 也就是说货主和司机它是不能够直接发生任何联系的 他们只能在这个平台上来进行完成整个交易 所以这样一来它就处发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货主和这个司机之间 它本来是一个直接沟通的关系 是吧 按照过去的这种模式它是一个直接沟通的关系 因为司机他要运你这个货 他需要跟货主进行沟通呢 他需要了解你这个货是什么样的 你的货物有什么风险 你走的路线是怎么样的 在哪里上货 在哪里卸货 这些都涉及到很多就是风险问题在里面 那么双方如果经过充分的这种沟通 这种机制它自然的会把这种风险就规避掉 或者说是进行一个协调 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APP就是运满满的这个 它这个进驾新的这种进驾行为出来以后呢 它实质上等于强行的把这个过程给取消掉了 给砍掉了 对 给砍掉了 也就是说司机面临的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局面 司机根本就不知道货主究竟运用的是什么货 这个货究竟有什么风险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它全都是不知道的 司机唯一能做的就是出驾 那么这样一来它实质上起到了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是把整个这个运输过程之中的所有这些风险 其实本来是应该由货主和司机 双方共同来协调共同规避和承担的这样一个过程 把它转嫁到了完全转嫁到了司机的头上 所以最后就变成司机为了接单 就不惜互相之间恶性杀架 砸架 对对 你一个低一个低 就无形中把整体的这个运费 这个行业的这个基准线就拉低了 这个是一个恶果 第二一个呢就是司机既然它也很低的价格接了这个单 它只能是想尽办法的去压缩它的成本 那这种压缩成本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 这个什么超载啦超速啦等等疲劳驾驶 它会带来一系列后发的这种后效应这种恶果 那么它当然这个实质上就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把司机的整个生存环境给就是变得更加的恶劣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表面上看 就是它是这么一个原因 造成最后造成司机觉得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最后爆发了 这个事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的原因 但是真正的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觉得是 其实是中国在这个行业的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的爆发 所形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见司机就是罢工以后 不是他们提出了很多诉求嘛 对吧 最起码归拉起来主要我看就是那几大累 第一个是说是油价太高 第二个是运费太低 第三个就是行政部门的这个什么乱罚款啊等等 还有就是这个由于市场缺乏一个保护性的准入机制 导致这个供需这个关系的失去平衡等等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跟政府行为有关的 对吧 油价过高 那个是属于政策制定的问题 行政部门的一些这个乱罚款 这个乱收费 那个是属于就是乱作为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像这个对这个就是准入机制的这种保护性的这个 这个措施的制定等等 这个是属于不作为 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看 你看见司机他的这个诉求 他其实都是跟这个政府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实质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真正这个问题的他的矛盾的总根源 其实是体制问题 是一个制度问题 而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就是因为你如果说只是一个APP的技术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APP卸载掉 你不用它就可以了吧 但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说这个司机他卸载掉的APP他不使用 他就可能 他就没活了 他的生存环境会更加的恶劣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出现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因为这个平台他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起到了和中共这个政府类似的一个功能 就是他把某一方面的这个资源给你彻底垄断了 垄断以后 他就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信息的垄断的优势来控制人 所以他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觉得他这是主要的原因 好的 好 那赵培先生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现在这个卡车司机他们的这个生存状况 我们看到这个卡车司机说活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这种状况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运营的一个成本问题 这是一个 因为中国没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我们知道呢 就是大陆人呢 一个客观的比较 因为这次我们先从普通民众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卡车司一罢工的时候 说他们非常困难的时候 结果民众就非常愤怒 就是比如说海南岛一毛钱一斤的芒果 没人去收购 但是这个芒果到市场上到北方卖是多少钱呢 是几元钱一斤 上海一个菠萝十几元钱 那么海南岛的菠萝六分钱都没人去收购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运输成本太高 那么运输成本太高当中呢 卡车司机的人工成本是不是高呢 因为这个是他直接能赚的钱 这其中的运营成本当中最高的是什么 这个邮费越来越高 而且这个中共的这个警察的乱罚款是越来越高 另外就是说各种准入制度非常高 就比如说最近就是今天吧 北京刚公布了一个客运司机进京证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一年只能申请12次进京证 一次只能在北京待7天 那也就是说外地的客运司机你惨了 你一天你一年内只能在北京待84天 那么你怎么去平衡自己的这个成本呢 你就要买一个金牌的那么金牌有多贵呢 你这个成本立马就出来了 所以非常困难的就是他们卡车司机这次在网上抱怨 说了一个最实际的话 就是我一天如果是拿不下来个1800块钱左右的活 我今天白干了 我今天整个的运营我的这个货车就要亏本 而且中共是在当中是这个天佑就是更加重这个负担 因为它朝令夕改啊 比如说以前他办的你这个行驶证 你这个车可以开多少年啊 15年 他突然说我们现在要搞环保了 你这个车属于黄标车 要求报废 十几万元的车立马变成一万元 他前期的投入成本整个都都被打掉了 那么有个网友就算就是他们超载不管怎么样 就是拼死累活的干 但一个月能有六千元人民币的时候就算高的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成本就是这个钱赚的还可以 但是你想没想过他是不明不休的干这货 就是对比海外同等的就是这个卡车斯基 他能赚多少钱呢 就是加拿大的卡车斯基 他刚从学徒出来六万加币起 到他真正的变成大师傅的这一级 就是说甚至他可以贷款自己买自己的车头 也就是跟然后再跟物流公司拉货 他一年能赚多少呢 能赚十二万左右加币 注意这是家园最低的时候对人民币是还是一比五呢 高的时候有一比七的时候 你可想而知这个收入的差距是有多大 即使这样加拿大人很多人不愿意干卡车斯基 为什么因为太苦太累 整天跑在外面 舍弃的家里面的所有事情都要交给老婆 孩子自己去负担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用亲情 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时间去换钱的这么一个行为 所以你说卡车斯基赚这点钱 他愿不愿再加这个APP一出来 那就肯定是更赚不到钱 所以卡车斯基现在不能说罢工 就说起义了吧 大概是官兵民反的一个典型势力吧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收费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中共的这种统治下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收费对公路的 我觉得更确切的说 它其实不叫收费 它应该叫做合法的 批上了合法外衣的强劫 它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高速公路 它其实是分为两种的 要按照就是官方自己的这个说法的时候 它一种叫做就是政府还贷的公路 一种叫做经营性的公路 那么政府还贷的公路按照它的这个官方的解释 是说这种公路是不能赚钱的 它是非盈利的 只是我这是因为贷款修的 所以我需要收费 一旦收的费能够足以偿还这个贷款以后 这条公路就不收费了 就可以免费使用了 对就可以免费使用了 但是实质上在这个实际的操作之中 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呢 因为这两种公路 它的收费的期限是不一样的 收费标准也是不同的 政府还贷的公路 它的收费期限比如说只有15年 而这个经营性的公路要长很多 要长达到30年的 收费的标准也都是不同 那么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政府 它就是在 本来是政府还贷公路 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但是一看快要到期的时候 或者它觉得这个贷款已经还完了的时候 即将要转为免费的这样的 这个时候它就把它这个性质就变了 政府一直公文 它就把它变成了经营性公路 然后它就可以一直收费这样收下去 就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就是北京的首都高速公路 从它这个贷款修的总共的这个投资 大概出去的整个的投资下来是11.7亿 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 但是它在三年以后这条公路就由政府还贷公路 自动的变成了经营性的公路 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收了 永久的收费了 对它已经收了几十亿的这个费用去了 那么这些费用是从哪来的 其实这些费用全都是这些卡车司机的血汗钱 他们的这个就是辛苦钱 都是从这里面榨取出来的 它其实就是这么有关系 所以你要叫我看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 变相抢劫 对的一个合法的 披上合法外议的抢劫 它其实就这么有关系 但是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 像卡车司机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说 全国有3000万的这样的卡车司机 这个人数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情况 那能形成这么一个巨大的规模 而且还形成一个这个反应比较快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情况倒是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它是怎么样把这个3000万的这个司机 都联合起来的呢 我觉得它这一次它为什么一下发展这么快呢 就是说一下我们看你是十几个省市 是吧 就都都起来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对卡车司机的这种搜刮 这种盘剥和压榨呢 它是政府行为 它是带有普遍性的 既然它是政府行为 所以它就是在全国各地哪都差不多 你只要是干这个行业 就是它是对整个行业的压榨 它是这样的一种生态 你只要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你甭管是在四川还是在山东 你的处境 你的这种遭遇可能都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带来一种普遍 就是这个社会矛盾的积累 它也是造成了一种普遍性 这个和之前我们看见就是一些维权事件 是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之前也有多次爆发各地一些 这种危险事件 比如说由于墙这个增地啊 是吧 或者是由于建议这个跟环保有关系的这个焚烧垃圾场 也会引发当地民众的一些这种抗议群体性的这种事件 但是这些呢 它往往它都有很强的这种就是地理的这个局限 它只是在那个地方 不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 它觉得那个跟我关系不大 所以呢 它形成的这种舆论效应和对社会的这种影响力 它也都是非常局限的 有限的 可以说就是你要我们把它放大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来看呢 它只是一个点 只是一个一个点 但是呢 这一次像类似于像卡车斯基的这次维权 这次罢工呢 我觉得它其实已经有点像是一根线 成一个线状的 因为它就是触动到了整个行业 其实不光是这个卡车斯基的罢工了 我们看到在此之前还有那个塔吊斯基 是吧 大概是在四月份 塔吊斯基也有出现过这样的大罢工 它也是针对一个行业的出现的 再往前我们看见还有这个就是像这个退休的老兵 对吧 已经退役的老兵 也是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集结的这种维权 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 所以它都有反映出来这种特点 它就是针对了某一种特定的人群 呈现性的在开始发展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现在你可以看到这种维权世界 这种社会矛盾 它已经开始出现这种阶段性 就是从点开始到线 甚至是到面 这样的一个扩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在我看来 它其实就是 整个社会矛盾的不断在升级在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这儿 就是因为它是政府行为造成的 所以它带有普遍性 所以它会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蔓延到很广的这样的一个地域 因为所有人从事这个行业的很多人 它都有就是感同身受嘛 因为它觉得大家都是 都是一样的 都感觉这个就是生活不下去了 那既然有人挑头起来 因为我们刚才看见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这个APP就是这个郁满满这个APP 它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导火索 它其实最先试点的地方 是在浙江金华和那个安徽的合肥 是在这些地区去试点的 但是我们看见这次这个罢工 最先爆发的地点是在哪 都不在这些地方 是在江西的修水 最先爆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APP其实在修水还没有进行试点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爆发出来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不一致 你按说如果说你说这个原因是由于这个APP所造成的 那应该是在APP试点的地方最先爆发出来才对 但是它实际上出现了这样一种不一致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它真正的原因其实不在这个APP 它真正的原因其实是长期的这种 行业的恶劣的生存状态 已经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忍目可忍 这个是最关键的东西 好的 我们现在有观众在YouTube上给我们留言 我们来读一下观众朋友的留言 是这样说在中共体制下太多对老百姓的政策在媒体上宣传听上去真是多么美好幸福 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其实真的活得很苦很累 一个房子要了多少人的命 还有一个医疗 一个上大学 说句良心话 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不知道赵培先生 您怎么样来回应观众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 这些卡车司机在微信上列出了政府的失踪罪 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政府的失踪罪 其实呢 就是说你把他的失踪罪看一下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他虽然是问政府的失踪罪 但是等于指着中共的鼻子骂 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类政府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那个办证的问题 你招令西改 你的法令招令西改 你怎么可能你的法令有这个法律效应呢 第二个就是你执法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就是警察可以不啊 不依法执法 就是以前你规定运管是55T不超标 你现在变成49吨超标 你为什么不能够统一呢 就是各地的这个执行法令都不一样 是地点不限超板的这个车的长度 到另外一个地方就限了 就是收钱的 你到底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 那么有的时候还不如 中共还不如黑社会好用 因为它给黑社会点钱 黑社会能摆平这些黑警察 你说要黑秩序 还是中共的红秩序呢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交警的罚款到底有没有任务 这个我跟这些卡友们说 肯定有任务 因为2014年西安市出了一份任务表 就是交警要罚多少钱 哪一类罚款要罚多少钱 是有任务表的 那么就是说罚完款不开票 也开票去扣分 这到底是他问是执法人员的抢劫 就是抢劫啊 过去李逵还是那个啊 还光明正大的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 要从此路锅留下买路财 那中共直接现在叫什么 收费站 就是其实是一个 而且交警能罚款 这个运管能罚款 谁都能罚我的款 我车子没毛病你能罚我的款 车子没毛病你说我 市容就是这个运管能来罚我的款 我车子有毛病 交警能罚我的款 这到底我应该有毛病还是没有毛病 就是让全病都在涨价 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这就是卡车司机被压迫到这个角度来 最后发出的一个怒吼声 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非常有意思 你说房价高 那么那个吊车司机 他吊司机 他为什么罢工 他生活不下去 为什么罢工 你说这个医疗成本高 你说这个医生不尽责 那个医生还怕那个有人来讹他呢 那医生上班还带着钢盔呢 你说为什么咱们都过不好 你就没想想咱们中间有中间商啊 中共就是这个中间商啊 你房子70%是用在土地和各种税收上 说不报 听到土地我们就是70年使用券 我凭什么买你的地呢 是不是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 就是把这个中间商 中共你可以把它替出去 你把中共收的这个土地远养费和中共 因为那个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 你从我们手里抢的 和你的这个税收踢出去 房子降价70% 你说你乐不乐意 你乐意啊 你把中共从这个卡车运营商 从这个收费站给清理了 像美国那样啊 周级公路收费是多少钱 那么很多州内的公路就不收费 你可以走州内的公路嘛 那这个整个都踢出去 那么这笔钱 消费者和卡车司机分 是不是大家都赚钱了 问题在哪 问题 中共作为一个中间商 你太黑了 你管理政府的费用这么高 你还整天亏本 你的钱都哪里去了 都被你祸祸了 这是个制度性的问题 中间商心太黑 所以这就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嗯 那说到这个根源 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 像什么这个塔吊司机啊 还有老兵等等 这种在中国大陆 这种这个维权的情况 的确挺多 而且挺频繁 这在前几年是没有的 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的这个根源怎么理解 其实像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维权事件 还有这种群体性事件 前几年其实也是有的 而且是随着这个事件的推移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看到啊 就是从2003年开始起 中共官方是有开始公布 就是这个群体性事件的这个数据 就是2003年的时候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是58000左右 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以后是逐年的往上递增 到2008年的时候 中共官方就不公布了 他们就不公布了 是因为这个数字已经 就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非常近人 让他们已经感到这种恐慌 他再公布这个信息 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社会效应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 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官方的这个数据是什么 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清华的大学的学者 他们有自己根据他们的建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模型 是吧他们来推算 估算了一个这个数据 我看见是在2010年 估算出来这个数据 就是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 已经达到了18万起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社会 它这个数据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说明中国大陆这个社会矛盾 它是逐连递增 而且是成一种迅速往上爆发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你说他出现这个什么塔吊司机的罢工 或者是出现这个卡车司机的这种罢工等等 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你今天如果说不是卡车司机 有可能你就是其他的什么行业 而且这个它真正这个原因 就是它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 它是因为这个体制的问题 因为中共这种体制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掠夺式的极权 高度极权的这种高压的这种暴政的 它是这样的一种统治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必然是要靠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来满足极少数的特权阶层 满足极少数的这种权贵家族和利益集团 他们的利益 那么这个就会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公平 其实中国大陆社会最大的 不公平的根源就是从这来的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物不平则民 你又不公平存在 它就一定会有人会站出来抗争 会有人站出来说话 而且就是这种不公平 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 人不换寡而换不君 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人他穷有 就是人类社会有穷有富 但是这种财富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你这种财富的获得是不公平的 人的贫穷它的这种结果的造成也是不公平的原因造成 这个不君它其实是它说的就是一个公平 那么它一定就会有人站出来抗争 所以它最后就造成我们看到的现在这种现状 就是因为中共它是一个暴力维稳的这么一个体制 一旦有人站出来抗争 它造成的结果就是必然中共它会加强它的管控 加强它的这个管制 那么强有力的管控和管制 它必然会招来更大范围的 更大力度的这种抗争 然后就是更大力度的管控和镇压 它就走向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中共为什么我们一再说 中共这种它的这个腐败也好 它的这个社会问题也好 它的根源是出在它的这个体制上 就这个体制不变 这个体制不动 你其他的任何人你都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 你就看现在这个像卡茨斯基这一次 表面上他们这个通过维权好像是获得了一些 这个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些胜利 一个成功 至少是这个APP的这个什么进驾的这个功能给去掉了 其实这个只是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它只是解决了最表面的这个导火索 但是真正这个背后 这些卡车司机所提到的这些跟政府行为有关的 什么高油价 乱罚款 这个运费太低 因为被这个类似于这种政府职能的这种组织 甚至他把这个信息给垄断以后出现了这种超低价压低价格 使他们不得不去接收 就是这种生存很艰难的这种处境等等 这些其实它都跟整个这个机制是捆绑在一起的 是跟这些相关的 而这些你看它有改变吗 它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上它其实真正的这个原因是在这 好的 好 赵培先生我也想再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网友提出来说 卡车司机这样的这个联合维权罢工 这种情况可能会遭到中共的这个秋后算账 因为中共对这种集体维权的行动是非常敏感的 那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卡车司机会不会遭到中共的这个报复 应该说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这种为了生存而去反抗中共的时候呢 这种属于中共计划之外 为什么是计划之外呢 中共计划杀中国人的时候 它是提前找理由 就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我就是要杀你 哪怕是说我今天镇压你 就是因为你出门的时候卖了右脚出的门 他都可以找这种理由来镇压你 因为法工学员他们被迫害了 然后他们去上航 上航就安了个罪名为攻中的 人家就是围着新访办 你把人家圈了一个圈的 是你警察维持秩序圈的圈 结果说是法工学员 就是他没有理由 法工学员什么 连口号都没喊 他都能镇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是江泽民跳起来 杜鸡心我就要镇压 这是属于中共计划之内的 那么这种情况计划之外的 是一种什么镇压方式呢 中共就把带头的几个人 教区文化拘留一下 完了警告一下 但是呢中共会心存余悸 他会从哪里找不回来呢 你们不叫卡友吗 你们为什么能叫卡友 你们肯定在社交网站上啊 或者微信上有个群啊 你们互相联系啊串通 好微信开始重点查 重点查你们说话群 甚至把你们封群 在网吧 这个贴吧 百度贴吧都给你们封了 这种东西就是中共一定会做 他一定会把这个社会的 形成一个规模性的群体的 哪怕是我们一块吃饭的亲戚群都能给你解散了 这是中共报复的后续动作 其实中共很多人说这个很像嘛 为什么说很像 就是讽刺中共064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你让警察去演学生去砸军车 然后跑找镇压理由 结果没想到 这个别的学生维护秩序 把这几个假学生给按住了 送到那个派出所了 不是有这种事情吗 那么这一系列事情是中共挑拨离近的一个计策而已 所以中共在这个事情上 它并不一定会把它 就是针对个人 并不一定会搞的就是把它迫害的家破人亡 像迫害维权律师那样 它计划之内的迫害到家破人亡这种境地 但是它只会说把这个领头人给警告一下 但是它在社会控制上 仍然会加强 它以前可能就是搜索关键信息 现在连卡友的这个群它都解散 所以这是中共下部报复的重点 其实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刚才这个 我非常认同刚才赵培先生提到这一点 就是像这种秋后算账的这种行为 或者是说中共通过自己人来设计陷害 自己人先演一出戏 然后再把这个罪名扣到 它需要镇压的这个维权者的这个头上去 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中共这个维稳模式的一个标准配备 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中共玩这一手其实是已经非常娴熟了 从它一建政开始起 历次的这个政治运动它都是这样的 每当它需要就是对它要镇压的对象去进行打击的时候 它都会想尽办法给它镇压的对象去扣上一些罪名 你如果有罪名它会给你找出来 实在它找不到罪名 它会用它的人来给你制造一个罪名出来 从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涉及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这种体制 它是一种暴力维稳的体制 表面上看上去它是高度稳定的 对吧 现在我们看见它这个管控已经非常严厉 从你公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甚至到你出行 不是有个例子吗 说一个外国记者来就是用那个人脸识别的那个技术 七分钟就把它给抓住了 就是已经管控到了这种程度 对民众的这种管控 但是为什么中共它还是觉得它睡不了觉呢 它还是觉得它的政权岌岌可危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高度维稳的机制 它其实造成的最大的后果 它不是让它真的稳定 它带来的恰恰是不稳定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恶性循环 你越是高压 它的反弹力它是越大的 它就像这个宇宙因为在人间 就是有这么一个理 就是相生相克的一样 所以中共的它的这种行为 其实只能是造成一个最后的结果 就是让它自己最后在这种高压 不能承受的这种社会管制成本之中 可能去走向崩溃和消亡 我觉得是这样 嗯好的 好的我们很快来接听一下 加拿大的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喂 请讲张先生请讲 这个1949年呢 10月1日啊 那是什么呢 实际上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呢 现在这以后就最大的一个 一个暴政 一个红色共产暴政 那是什么 他们叫什么新中国 实际上这中国人民要站立一个新的这个啊 一个一个这个声音一个声援 那但是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那吧 实际上这中国人民的已经是马上就被啊 头被按下去了 呀 以后呢就变成一个政治奴隶 那是啊 现在中国这个暴政呢 不仅是不仅是什么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啊 完全全是一个重大灾难的 因为这个 整个这个西方世界 这个啊 全世界 就是随政主义化啊 就是西方的撤离随义化啊 更是一个灾难的 对吧 你看 你看 去年实际上呢 整个世界已经开始了 对中国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 嗯 它的这个啊 威胁渗透 和势力的这个啊 这个入境和扩张 已经开始了 它反击 那一直反击 而去年开始了 实际上只是一个开端 那 这可有事实际上对它这个啊 它的这个啊 可能它这个 为一个协物的本质 就反人类 那 反射 反这个 反人性 也反神 这种本质 没有很好认识 那 所以现在这种 这种反击呢 还不是很理性的啊 没有这个 这个 连连手啊 捅仇 那 可以进行的 所以 没有进行的 把这个 对它的这种啊 对随民主义 这种的 这种本 这种这个 这种本质 硬实的话 那么 这种反击呢 就 很好的 好的 了解 了解 您的意思了 张先生 我们来请赵培先生 来回应一下张先生的 这个电话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 要请教您 就是说 像 这种情况 这个 罢工维权 这种情况 在外国有没有 外国的政府 是怎么样来处理的 外国政府 很难处理这个 其实啊 罢工维权呢 性质不一样 我提一点观点 一个标准 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 就是 谁代表共产主义 那谁肯定是个坏人 你像是中国 不用说了 人家卡车司机 不代表共产主义 你中共代表共产主义 你肯定是个坏人 所以坏人找出来 你就知道 这卡车司机 能有多苦 他们被坏人欺负的 多惨烈 所以中国人 现在一出声音 就站在卡车司机这边 海外呢 工会代表共产主义 很多政府 政客代表共产主义 他就是 当然他不是共产党 他思想被共产主义渗透 就是在海外呢 就是卡车司机啊 加拿大倒是没有罢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加拿大都是个人运营 没有形成这个 很强烈的工会 工会形成很强烈的是在哪里 在阿根廷 阿根廷这发高福利嘛 就是导致了一个情况 卡车司机一罢工 一堵塞高速 不让别的车上高速 就导致运营成本增加 他们罢工呢 经常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现在阿根廷 就是从一个省生产的工业品 运到另外一个省的成本 比从中国 通过海运运过去还高 那么谁代表共产主义 谁阻塞了社会发展 那就是你工会 你工会无休止的罢工 你要求高福利干什么 所以你到海外去翻过来了 海外的人总认为 工会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现在已经工资比别人高了 你福利拿的比别人高 你们还在这儿 要求这儿要求那儿 那么我们普通这些纳税人 怎么生活 因此所以说海外的工会 成了一个占用税收的一个部门 所以一个情况 所以海外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没法解决 就是加拿大一旦罢工 就在资方跟这个劳工方面谈判 最后很多情况下 都是答应这个加薪解决 加薪解决的 那么就是谁代表共产主义呢 就是工会代表共产主义 工会一闹 就五一劳工结 中国觉得挺好的 外国人一看 这就是一群打砸抢的 就往上街 因为真正的工人 他不上街 就是工会组织上街的时候 就他海外罢工 不像这个卡尔尔这么和平又好 他把路给封了 你想上班的人都不让你上班 所以谁代表共产主义 所以一定是坏的 那么海外伟大的政治家 就是要解决这种共产主义 渗透造成的问题 比如说里根 当时这个美国全国的这个塔台的 就是航空塔台的这些人员工会组织罢工 瘫痪整个美国的这个航空业 里根总统遵守法律 一步一步来 先给你们谈判 谈判不行 我们发出警告 我们这是国家的 运营部门 安全部门 你不能这么罢工 实在不行 好 你们全部回家 让军队接管所有飞机场 处理罢工 然后紧若这个共产主义的渗透 里根成了美国一个伟大的总统 萨切尔夫人也是这样 处理这个煤炭工人罢工 成为复兴 就是重新让英国 从这种高福利过亚 缓口气 所以海内外的罢工 性质是不一样的 你要看谁代表共产主义 代表共产主义 那方一定是坏人 因为他就是要侵占 正常人类社会的秩序 正常人类社会的利益 所以他们一定是坏人 所以我觉得 我的观点是 看谁代表共产主义 你就站到他的对面 那边一定是好人 一定你没站错边 好的 这个向我们介绍一个 很好的分辨的方法 另外我想向靳远前程 请教一下 这个像这种情况 就是卡车司机维权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能够这个维权成功 他的意义在哪儿 他给人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我觉得这次其实卡车司机的罢工 最大的意义是在于他 给出了一个就是示范效应 让中共看到了 就是他最恐惧的一面 中共我们知道他最恐惧的是什么 就是有组织的行为 这次卡车司机就能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一下就发展蔓延到十几个省市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中国大陆社会这种矛盾形势 它已经开始从有点到线 甚至到面 这样扩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从宏观上来看的话 这个角度上来看 这是中共非常恐惧的一点 因为还有一个意义是在于什么 他给人一个启示 就是让人看清楚 所有中国大陆社会的这些社会矛盾 它的根源 其实都是在于这个体制 这一次可以说是暴露的淋漓尽致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说卡车司机表面上看见 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但是实质上他们真正的这种处境 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因为这个体制的根源没有动 这个体制的根源它的邪恶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中共一直执行的 多年的这个基本国策 就是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家都知道吗 是吧都很熟悉的 邓小平的这个猫论 无论黑猫白猫 你只要能抓住老鼠 你就是好猫 其实这个说法的背后 它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就是不择手段的 只要能弄到钱 你可以不择手段 甭管黑猫白猫 你只要能弄到钱就行 那么它上行下效起来 它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各级部门 它都把它的所有的工作成绩 它的政绩 它的绩效考核等等 所有的全都跟这个金钱挂上钩 单一的挂上钩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看见 这个卡车司机所提出来的 这些什么高油价 国外的油价在往下跌 国内的油价在往上 它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常现象 还有就是像这么乱收费 等等乱罚款等等 它的根源都是在这儿 就只要能弄到钱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启示和最大的意义是在这儿 就是让人看清楚这个体制才是这一切社会矛盾的发生的这个根源所在 好的 赵培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像卡车司机能够维权取得一定的这样的这个成效 对其他行业的维权有没有什么借鉴作用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从做这个软件来讲 其实这个运满满APP是跟货运帮合并了 那么它俩的后台是谁呢 它俩其实是跟中共的这个 是跟那个中共的发改委签订的合同 所以等于是中共垄断了一切 而且在中国被中共咬得没什么肉的 中共的资本咬得没什么肉的情况下 中共的资本盯向了什么 盯向了物流行业 大家看现在各大资本团体都成立物流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司机就成为了资本的重点剥削对象 那么在海外的这个APP是解决什么 你是消除这些中进商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就是要消除中进商 我们如果能做个软件 把中共的所有的法规 所有的这些中进商都去掉了 那你一定是个成功的软件 所以我就是想说 这个才是做软件的方向 中共恰恰做法了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 我知道我们的这个短信留言 还有观众朋友在一直给我们发送 请您下次的时间再提前一些 好的观众朋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